好 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那麼今天 這個李登輝李前總統在昨天講的話 李前總統這樣講 他說他否認 人家說你挺楊秋心 他說他否認挺楊秋心 他公開質疑楊秋心參選的正當性 認為他是賭氣 強調要有規矩 初選輸了就要接受囤論 這才是民主 他強調綠營只有大團結五都才會贏 也才能砌碼保台 他說砌碼保台這件事 不是只有說給民進黨聽 而是說話說給國民黨 說給全台灣人聽的 他說民進黨過去脫黨 或是違反規矩來競選的 起碼是五個最後都失敗 然而失敗不打緊 結果卻是自己也消失了 我請教那個原委員 你剛才說你沒看好楊憲長的條嗎 我一定沒看好 你說民進黨會很團結嗎 一定會很團結 如果的也表白給他 不可能 如果這樣他就有第三名變人化 所以我也覺得他會抄襲他 會抄襲他 如果這樣他後面會離開完會什麼 所以我剛才特別說 會消失嗎 楊秋昇原本是一個很厚透很親戀的人 今天嚇了一種感情我敢輸了位置 因為管長我聽說了 真的不會過 其實真的不會過 你無論哪個角度 我跟你說你會過的人 是要害你死的 立贏的譜你吃不到 今天我記得你是一個創黨的當晚 民進黨創黨這二十幾年來 過去在臺民鄉 在那候風凡雨 站在演講台上 在想萬人打破壞 在打破壞這些人 一旦他離開民進黨在後面 他有在家把民進黨的支持者帶出去嗎 有沒有 沒辦法 你沒那麼厚 你沒變得更厚 這看得很清楚 只是說你的心目中 單身說我就不想支持 不想贏的譜 你要贏的譜 你不想贏的譜 你贏的譜 以前千變為你 我說過幾個譜 絕對拿不到 絕對拿不到 我是聽一位 趙國民黨這個朋友的記者 他是引述 他說他引述楊丘星陣營的估計 我不知道他說真的假的 他說楊縣長的陣營估計說 他上面拿高雄官拿三十六萬票 所以他認為他還有十八萬票 以以施政的成績 那麼另外就是說 陳菊在高雄區 他認為他拿到兩萬票 所以加起來就二十萬票 上面黃俊英那 黃俊英那 他認為台北高雄區 他是國民黨 他認為他可以拿到大概二十萬票 十八萬票 十八萬票 另外就是林毅寺 上面 李國中館 他認為他可以拿到大概十幾萬票 所以 中央加起來 他認為他拿到五十萬票 那 他評估陳菊拿到五十八萬票 那這個黃昭順大概拿到二十幾萬票 所以他認為他跟陳菊有拼 那差一點 陳菊又稍微落幾個 他又多拼 他就掉了 你覺得這個拼有什麼 好 我要報告 我可以拿到一個很明確的數據 是 陳菊這邊在十一月二十七號 我在大法新聞說 阿齋祖傑很堅情 他會比上一次 會加成長八萬票 上一次是贏千幾票 贏千幾票 這邊他在高雄區 我認為成績可以 足足夠贏八萬票以上 高雄區 高雄區別說 高雄區 高雄區加八萬票 理由在哪裡 理由就是因為第一 他的輸印版料 確實有聲有色 讓高雄區有種光榮感 光榮感 而且他在十萬世音的時候 有十萬的祭崗 一萬的祭崗 就像楊建長說過 沒有什麼所謂的意識心態 這些人都可以是無願無非 來搗予這條 大家都有雙贏無感 所以這個參謀的過程裡面 這些人都有參謀 所以這些這十萬票 發揮出來的利盜 我給他高雄區 絕對的成長就要八萬出來 八萬票上面他拿三十八萬嗎 三十六萬 高雄區三十六萬 黃俊英也三十六 他也三十六 他多一千幾票 多一千一百十四票 對 所以他三十六 他就變四十四萬票了 但是這邊的投票率就比較高 會比較高 會比較高 暫時我一定把祭崗打包票 成績在十一月二十七號 他開出的票 絕對的贏國民黨贏八萬票超過 高雄區祭崇 只要贏八萬票 不關技術 三的人在選 他絕對會淨八萬票 高雄區的部分 高雄區的部分 所以他祭崇拿四十四萬票 沒關係 就有可能 所以吉他就是國民黨 黃俊順和楊秋千本去嗎 我看就是這樣 是 那高雄館呢 高雄館我肯定大陸也贏 一定贏 五聲嗎 一定贏 五聲嗎 或是三腳剛才贏 或是超過五聲贏 小聲你就是三腳就贏 成績絕對贏過五十幾 五趴過 五聲過 五聲 你不是高雄館跟高雄七加起來 還是高雄館 高雄館他會贏 怎麼會贏 怎麼會贏 因為高雄縣 我說沒有對一個外交 高雄館館民投票的傾向 我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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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藍綠分析很清楚 加上這兩年多來 八聲的屋子 我給你記住 我們這棟大樓 原本 投票時 我那棟我拿到六聲而已 我可以拿到六聲 但這棟 他跟我們議員開的 我跟他講 來拿到八聲 你說什麼意思 你說你已經拿到六聲 我議員一棟大樓 對 我們棟大樓 那棟大樓 比較高級小 那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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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跟他們 閒盤的過程當中 我來評審 他的氣味出來 我聽說 楊縣長 你不要輕功 高雄縣成績一定贏 一定贏 高雄 七七八萬票 他可以放在旁邊 高雄館 他好像用高雄館 跟你剪 那棟大樓 你說那棟大樓 你秀到了什麼 怎麼六聲變八聲 因為我那棟 我剛才說 紅山棟的棟 有的就是 淡水病在選中通信 輸的一棟 你郭榮棺 你那棟大樓 在那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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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到我自己本身 頭髮了 你那棟大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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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棟大樓 可以說是出責 都拿到出責 但我這時候 小鮮這個選議員 我很親一親 因為我一親你跟他走開 過去沒有試試 我過去 在走旁邊的人 最近說 沒辦法 今天就是這 這如果不理我 台灣會不會 對馬總統的執政 對馬研究 這時候 徹底失望 所以這票 他不可能投給你 絕對他最擔心 那如果這樣 楊秋星 再怎麼選 加黃昭順的票 也沒超過 也沒超過 奇怪他到底 怎麼算的 他就沒了 怎麼算的 這的 我也說要求是 不好意思 如果順便說 把手 要出這個主委的人 順便說 不是要檢討一下 不可以把手 這個人害死 真的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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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屬性 這不是我把手說的屬性 是 今天你補官 要命多少 要挑多少 11月2次就見真相 很清楚 這也不是說 這個公司 要五年後 10年後 才能當政兵 11月2次就算贏 所以 既就去高雄市 贏8萬票 去高雄官也贏 是因為他政績嗎 第一 他高雄市的社群 他感染到高雄官 加上 八成已經民心疏變了 民心疏變 你想 兩年後來 美國沒有的事情 一開始的事情 他就還有大陸生的事情 包括這幾天 自己賣了 還有很大的事情 一開始跟政府說 馬英九的執政 已經無零了 已經無零 在八成時 已經民心疏變 就是像我剛才所說的 要贏五多 還要贏兩千五十二年 這個時候 真的有可能 中票還可以打給第三者 不可能 是 這是雅虎投票 昨天晚上我們也給大家看 今天投票的結果 就楊秋興宣布參選 大高雄選戰正式進入三強鼎立之局 你看好誰 是20108月9號跟8月10號兩天投票 總投票數是一萬兩千兩百三十六票 投陳菊的是六十四點四 投楊秋興二十三點七 投黃昭順只有九點三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徐老師 算起來 你覺得他剛才請原委員有這麼六關嗎 侯應我覺得